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福利新闻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法福利新呢 我们简单地从头开始讲 首先我们学佛要抛开这些宗教的这种平式 到底为什么学佛 我们来干嘛呢 那一些在家居士学佛也只是来有求于佛 那这样的学佛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我们要抛开这些宗教的这种形式还有方理 那么学佛呢 我们呢很简单 离苦得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 行善很简单 就是呢 我们首先不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们也去帮助那些有苦的人 给予众生安乐 很简单 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安乐 你看我们从小 父母对我们的衣食住行 照顾我们 稍微长大一点 有师长教育我们 帮助 包括国家 政府 警察 军队 保护 还有一切一切的这些科技的发展 能够满足我们很多的需求 那么呢 我们就是索取 索取索取再索取 那我们也应该付出啊 那你不付出 你只光索取 这样的话你就最终就会没得理你 所以说呢 这个很简单 己所不欲物是一人 就是我们行善 也很简单 从英国上讲 你行善 你也是希望别人对你也善 如果你希望别人对你善 那么你首先也要对别人善 就是这 那你索取别人都给你了 那别人问你索取的时候 你也要付出啊 我们主动地去付出 那么别人也会主动地给我们付出 那这就是所谓的善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在人间嘛 人都有欲 都有需求 那么互相的帮助 减少一些痛苦 当然这个也不是最终的办法了 互相满足 贪爱 欲望 会增长这个贪爱 贪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就会痛苦 就会产生苦苦 爱得到了满足呢 又会产生坏苦 增长贪喜 贪爱被其他的人妨碍 被其他人掠夺的时候 你又会称恨 称恨呢 又会让你身体产生痛苦 疾病 甚至让你下地狱 你看这一系列的这个 痛苦呢 就是不断地衍生 所以说呢 众生在一起互相满足贪爱呢 它是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我们的这个 生老病时 那是各种痛苦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求解脱 解脱生死的方法 那么呢 这个就需要 把圣者们教我们 因为圣者已经解脱了嘛 他修出来了 那让他们来教我们 把他们的正确的方法 还有他私修的经验 教给我们 让我们呢 也能正道 把这个智慧教给我们 什么是智慧啊 智慧就是 能够看清真相 知道真相的这个心 就是智慧 智慧并不是别的东西 智慧有好几步了 我们说文会 文会就是圣者们 把他知道的真相告诉我们 他知道真相了 他把正道实相的方法 和他自己看到的真相 这个世间的真相 和初世间的真相告诉我们 这个是文会 第二步呢 就是思慧 那我们通过自己观察 分析思慧 通过世间的这种 哲理来分析 这个叫思慧 通过思考啊 通过这个比量 也能够了解 事情的真相 不可能全部了解 了解一部分 这个世间 和初世间的真相 那第三步就是修慧 通过思慧啊 我们知道了真相以后 升起定解了 我们就实修了 那修慧呢 就是在修的过程当中 逐渐地去 正道这个实相 不断地这个 努力作义 然后最后慢慢地 现正 现正这个世间和初世间的真相 这个就是 正会 真正的真实地见到了 限量见到了真相 这就智者了 圣人就是限量 清见 世间和初世间的一切真相 正道了 当然正道了以后 还有没有完全做到 所以说还要去修 修到你 每一刹那 任何时候 都不打失正念 都不忘失这个智慧 都能够圆满地正道生下 那个就是圆满了果位 其实我们 佛法呢 就是讲真理的 那佛呢就觉悟 意思就是让我们 打破无明 看清真相 就是觉悟 佛法呢 其实就是真理 追求真理的过程 所以说那佛法呢 它不属于 世间任何的宗教 佛教里呢 佛陀呢 不是那种 世间意义上的救世主 他是一个 知道法界真相的一个智者 他是当我们的老师呢 教会我们怎么样的 救自己 不是他把我们救 换一个角度来说 也是他救我们 因为他在教我们嘛 是吧 他的智慧 他没有办法 直接灌给我们 他必须教会我们 怎么样的来 脱离酷海 然后能够救自己 让自己也能够 超出这个融合 所以说呢 我们佛法呢 就是这么殊胜 不是世间的那个宗教 那我们现在学这些 孝道啊 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要学这个孝道啊 孝 就是善的根本 所谓的孝呢 就是说你父母 从小帮我们 佛养成人 然后教育我们 一直让我们成家立业 辛辛苦苦的几十年 是吧 付出 那我们呢 不能忘记了 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恩德 那我们应该就 那报父母的恩 就是孝了 父母的恩呢 有很多世间人 觉得不用报 应该的 很多人就习惯了 父母对我们的好 对父母就是 不来何去的 就是不恭敬啊 不念恩啊 这是末法式的人 就是这样 那不念父母的恩 那么呢 就生不起报恩心来 自然就不孝了 孝心生不起 我们为什么要学 学这是干嘛 要搞清楚 其实佛法呢 真的是可以抛开 一些宗教的 名相啊 仪轨 很简单 我们怎么样学会 当年释迦牟尼佛 是怎么教弟子们 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做 不要把这个佛教 搞成了一种 仪轨 搞成了一种 形式 制作这些仪轨 和形式啊 是有求的 你变成了增长 你的贪欲 是吧 搞这些形式和仪轨 干什么呢 无非就是求名嘛 求利嘛 有求于佛嘛 就在佛门里面 跟佛做生意似的 出佛生意 问佛要钱 问佛要命 那这就不是学佛 佛菩萨呢 是大慈大悲了 他是为了度化你 先满足你一些 愿望 目的是为了度你 所以佛菩萨也很无奈 为了度你吧 又得满足你一些欲望 满足了嘛 你有贪得无愿嘛 你又得堕落 所以说 佛菩萨度众生 也是很难的 一不小心 就让你下地狱了 所以佛门里很多下地狱 外面世间的人 基本上不下地狱 很少 因为他造的业小 他造的最多就是 下畜生到的业 造的是比较多一些 下地狱到的业 世间人造的比较少 佛门里呢 一不小心就造的 都是下地狱的业 为什么 佛门里来 问佛要钱呢 是破坏正法 所以说佛菩萨又要满足你的愿望 同时呢 又还要引导你 去除一望 是不是做佛菩萨很难做 做老师也很难做 不满足你的愿望 你不学 满足你的愿望 你又增长贪欲 执着那个功德项 所以说佛门里 很多人学佛 越学越贪 越学越贪 那你就是 完全颠倒 在佛门里 真的有好多这样的人 越学越贪 不光是贪 是一些小财富 这个道的佛门呢 有些人听说供养活活 下辈子可以做天王 哎呀 那就 亲密地供养 事实上求的是 下辈子能做天王 你看他的贪心 是不是更大 或者供养活 或者发财更大 然后呢 就我要做世界首富 然后就实际地供养 就是野心更大 或者想做帝王 或者想做首富 就是用这样的心 来做供养 有的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到佛门里来呢 一不小心呢 就造大业了 我们呢 也知道 佛菩萨满足我们的愿望 是为了让我们 进一步去减少 是引导我们走向解脱的 佛陀呢 就是先于欲勾迁 后引入佛志 佛菩萨的本怀 所以说我们学佛呢 不要着功德行 不要增长自己的这个贪欲 昨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念母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命是依托于母亲 一切滋养了都来自于母亲 母亲怀上我们的时候呢 时刻都关心着体内胎儿的动静 饮食睡眠都极为小心 一举一动都怕伤到她了 我们诞生的时候呢 母亲也有感受生产的剧痛 我们胜利降生以后 母亲前来忘记自身的苦受 沉浸在幸福之中 母亲往往呢 会是我们为她生命的全部 自十月怀胎起 即以血路相连 诞生后的婴儿期呢 我们也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度过 在成长的岁月里呢 我们一直呢 都是母亲的关注的焦点 母亲宁愿自己饿的 也要让我们的肚子填饱 宁愿自己受冻 也要让我们身上穿暖 再要强的母亲为了孩子呢 也愿意第一身下息地祈求他人 为了我们母亲可以在风雨中奔波 在劣质下操劳 甚至宁愿 敬受骂名 造诸恶业 有点福报不够嘛 她有可能甚至会造一些业来 满足我们 护养我们 每当我们稍有不适呢 感受痛苦的时候呢 母亲便会坐立不安 食不滋味 睡不成眠 当我们远行的时候呢 母亲总是会牵挂不断 担心不已 直到我们回来才怕 我们的成长过程 时是母亲耗尽 她一生的心血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的生死流转过程中呢 我们每一次头生呢 都是依母而生 这样的生生世世的母亲呢 数量无量 每一位众生呢 必定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 而且不止一次 未来是还有可能会做我们的母亲 这样子 多生累劫 这个母亲啊 对我们的恩呢 就是比海还生呢 这样来念恩 这个念恩呢 并不是夸大事项 佛法是讲真相的 刚才讲的 这个母亲对我们儿女呢 就讲的都是真相 我们念这个真相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 这个父母 是怎么对我们的 我们呢 把这个真相呢 想起来 那我们就要想着 要报答父母 孝顺父母 那么这是应该的 孝顺父母呢 是我们的本分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我们要报父母呢 我们以前也讲 报恩呢 有不同的方式 那如果仅仅以医师父母 过去的父母呢 你不像现在有退休金的 过去呢 老了 干不动了 就没有输入了 那都要靠人 你来奉养 医师父母 这肯定是应该的了 这是报恩的一个 最基本的 如果父母医师有忧 那我们肯定是坐立不安 我们肯定要想尽办法 去用医师父母 但是现在呢 这个不是积蓄了 大部分的父母 都医师上是没有问题 现在的母亲呢 能够自己获得医师 恶业为苦因呢 若如世间渔夫 不知因果 凡以造恶来奉养母亲 这无异于血上加伤 令人回国海中的母亲呢 更难处理 以造恶业来奉养母亲 这样的话呢 对母亲也是不利的 或者你为了她杀生 偷盗 妄语 谐言 用这样的方法 用这样的方法来奉养母亲呢 对母亲也是不利的 最重要是让她更苦 那么呢 即使是亲近的奉养 也不能解决母亲的生死苦患 因为一切世间的福乐呢 是有漏之乐 是坏苦 是导致众生堕落 伤恶道之因 从究竟上来讲呢 对母亲呢 并没有实意 甚至呢 因此更深痛苦 我们这辈子有善根呢 或者有福报 因缘学佛呀 很多都是跟母亲有关系 因为母亲有善根 可能过去是呢 都是跟我们一起学佛的 这辈子呢 留在一起了 过去生中呢 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母亲引导我们学佛的 母亲也会引导我们 走向安乐 不会有任何的保留 如今呢 我们要回报母恩呢 明知唯有成佛 方能够获得最无上的安乐 如果仅仅发现 是母亲获得仁天的福乐 或者小称的这个祭面 或者那个全称菩萨的安乐 就不究竟了 这样的发心是不合理 我们应该发心 就是让母亲获得圆满的佛果 来报答安乐 这样是最究竟 彻底的报恩方式 这就是对母亲发起 真实无伪的菩提心 就是让母亲 要成就圆满的佛果 那么呢 一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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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让他们 称佛 先让他们得到 暂时的 安乐 或者这个 这个暂时的悦意 然后慢慢的 一点一点引导他们 走向解脱 走向 菩提之道 那么这个就是 对一切 如母有心 发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说 这个 念母恩 引发我们的菩提心 今 我等既出家 滥称 世子 天好 沙门 甘子 不共 既少 不及 生不能养其口 其 死不能 倒其 神灵 于世间 则为大损 一出事 又无实意 两途 既 是 重罪 难逃 就是 我们出家以后呢 你这个 如果 不好好实修 那又不能够 供养父母 那父母 往生的时候 我们又 没有功夫 没有成就 又引导不了父母 那么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 重罪难逃了 这个 《新帝观经》上说 世间 最高 莫过 崇山 母恩 比西米山还高 世间 最重 莫过 以大地 母恩 比大地更重 那又说 三男子 三女 为了报 母恩 即使在一节中 每日三十割下 生肉来供养父母 也为了 报答母恩 一日之恩 因为一切男女 在母胎中 饮母体的血液 以至出胎后 所饮的母乳呢 共一百八十 头 出胎后 就是说 要饮母乳了 很多了 母亲得到美味 或者好意 总是先给孩子受用 即使孩子呢 鱼痴下裂 母亲的痴癌 也不会改变 就是我有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 父母 有些孩子呢 是有病的 或者是残疾的 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 或者有一些 心理疾病的孩子 我看到父母都 还是不嫌弃 并且特别的疼爱 真是不容易 我们过去生中 都有可能会 是这样的孩子 我们这种 就是懂得去报恩嘛 那么自然呢 你也会招感这种 懂得报恩的人 孩子 或者朋友 跟我们认识 物以内计 能以群分 这也是因果 若是思维 唯有百戒千生 常行夺道 十方三世 土的众生 则不为一生父母 生生父母 俱蒙八计 不为一人父母 人人父母 尽各超生 思维发菩提心 第二因缘也 第三 念思掌 故发菩提心 父母 虽能生育 我生 若无世间的思掌 则不知理 若无初世间的思掌 则不解佛法 不知理 则同以异类 不解佛法 何以俗人 父母呢 生育我们的设身 但是呢 没有世间思掌的教化呢 我们根本不知理 没有初世间的思掌呢 我们不会明白正法 不知理 就和禽兽 相同了 不明白佛法呢 不知道初理心 菩提心 没有接定会 和世间有什么两样呢 经无等 初自理 列绝佛法 加沙 辟体 以戒品 战身 此之重恩 从师掌得 若求 小果 尽能致力 今为大乘 否愿 利人 则世间 和初世间 两种师掌 巨蒙 利益 是为发菩提心 第三因 那么呢 我们的师掌 不光是 世间的 还有初世间的 如果只求一个人解脱 那就只能利益到自己 而如果发大成心 不愿利益一切 总生 世间和初世间的师掌呢 都能获得利益 所以为了报师掌 一定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第三种意义 第四 念师主恩故 发菩提心 为五等经则 日用所知 并非己有 二十周犯 四季医伤 疾病所需 身口所费 直接出此塔里 将为我用 那就是 师主的恩了 出家人 出家人不用劳作 我们的出家人当然是少欲知主了 就是早中二世的 这个周饭 春秋世纪的衣服 还有生病的医疗 牲口的费用 都是师主们的供应 他们供养我们的 也是帮助我们修道 解脱 我想他们也是希望 我们能够修好了 能够到时候来引导他们 帮助他们成道 互相帮助 共同成道 彼此 竭力 公根 上南户口 我这 安坐 寿死 忧不称心 彼此 仿制不宜 忧至坚 我这 安福 有余 命之 爱惜 这些 师主们 尽力的 耕坐 除了养家户口 以外 还有 省吃俭用的 拿出来 供养我们 我们是坐向 其成 接受供我 师主们 就是仿杀直部 也是 很辛苦 一天到晚 坐在那里 坐好了 我们就穿 这样的话 我们就思维 这些 师主们的恩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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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门 彭户 饶嚷 众生 我这 广雨 闲听 悠游 逐碎 以彼 劳而 供我 以心 安护 将 他里 而润 几身 与 里 顺 湖 师主们 住的 也是 简绕 普通的房子 也是 挤出一部分钱 来供养 寺庙 建庙 我们 就是 住在 宽广的 寺庙里面 很多人 出家人 现在住在寺庙里 都 没有什么 念恩的心 寺庙 应该都是 释放 供养的钱 建签 但是话一说回来 很多人 建庙的目的 有求 都是 靠佛吃饭 在家人 出钱 建庙 是希望 佛给他 更多的利益 也是靠佛吃 出家人 更不用说了 出家人 更是靠佛吃饭 我们 满足不了 众生的愿 佛能满足 众生的愿 人家供养来的钱 佛就拿给我们 用供养的钱 建好了庙 衣食住行 都是佛的福报 我们如果不好好修行 就是这样享用的话 那果报 何享而知 出家人的意识住行 都是佛陀的福报 我们自己 如果不去修的话 那果报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呢 如果好好修行 那这点福报 都不算什么 过去那个 出家人说 老生 一打坐 能消万诞粮 大德说话 不客气 他有这个福报 因为他能够消得了众生的意义 他能够引导众生 他有这个大福德 有大智慧 当然 这些用事 他也消得起 真正的大德 他也不会去浪费 建庙也是为了引导众生 让众生生起一个恭敬心 大和尚们不要庙 过去的大德 住在树洞里面 住在岩石岩洞里面 自己修行 都可以 自己搭个石头房子 搭个茅草房子住 是吧 能一样能得到 那为什么要建 把这个庙建得这么庄严啊 目的是什么 佛菩萨也不需要 佛菩萨人家都早就解脱了 那都是假象 佛菩萨才不需要 你建个庙来 把他供起来 那是世间的神 佛菩萨不要这个东西 那建这些佛像干嘛呀 就是让你种个善根 佛菩萨的目的是慈悲 是给我们众生种福田 种善根的 给我们跟佛结缘的 给这个化身的佛 结上缘 佛菩萨以后有机会 引渡我们 佛菩萨不要我们 建庙供他的 佛菩萨啥都不要 佛菩萨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走上解脱之路 所以佛菩萨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不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他没有自己 我已经无我了 所以说你们不要 像世间人呢 就是想 你看你们的寺庙 活不上 还要一样要供他 跟我们那个宗教 不是一样的吗 跟其他的宗教 有什么区别呢 世间的神也是要供的 供他 香爱 这个酒啊 水啊 还有好吃的 也要供的 你不供他 他就不帮你办事 毕竟你供他呢 你把他请来了 你再送走 很难了 你们都听说过 请神容易 送神难 世间的神啊 帮你办事情 你把他请来了 你要送他走 哎呀 很难哦 你得长期供的 终生都要供 佛菩萨就没关系了 你今天供他 你自己受益 你明天不供他 佛菩萨绝对不会生气的 佛菩萨你供不供都一样 那是对你自己的 你供完了以后 你自己增长善根 减除恶念 是吧 消除业障 佛菩萨不需要你供 我们供一切都是为 都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罪业 佛菩萨的善巧 所以说你看 真的是不一样 做同样的事情 发心完全不一样 佛菩萨也叫你供 供的目的是为了 让你自己受益 佛菩萨不需要 佛菩萨 佛菩萨也是圆满具足了 他一切都不执着了 他没有丝毫的贪爱 没有我了 他还要你供吗 还要我们供着他吗 所以说真正的修行人 他虽然是还没有成道之前 他是需要受用一些供养 那也是为了 早日成道 那么接受你的供养呢 那也是你的福分 为什么呢 接受你的供养 他成道了以后 就先来度你啊 肯定的啊 这个是因果 很简单的因果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接受你的供养 那真是你的福报 你以后就可以早日得解脱啊 你能不光得到世界的安乐 最后还能得到初世界的解脱 这是非常好的因缘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 自非悲至双应 福慧二言 贪性沾恩 众生受赐 则利米义乘丝 愁藏有份 恶报难逃 所谓发福地心 第四因缘缘 如果呢 不是发福地心 悲至双应 福慧二言 让这个师族沾上恩惠 让众生获得利益 那么那个业在难逃啊 发福地心第四因缘 第五 念众生恩故 发福地心 迎合念众生恩 为无以众生从旷节以来 世世生生互为父母 彼此有恩 竟随随格式昏迷 互相识 以礼推之 求报效 那么我们思维 一切众生呢 过去时的父母 对自己有大恩德 他们是自己的身陷 大苦海中 寻求救父 那么以这个报恩心 来推动 挑起救母的重担 至正无上 菩提 这样来发起这个菩提心 来救度一些如母有情 旷节以来 生生世世互为父母 互有恩德 虽然呢 经过了转世 心事昏迷 一直不认识 但以道理推就呢 怎么能 报效呢 不报答呢 所以这个推理 这很重要 经过推理呢 我们观察呢 我们不止转世 一世啊 无量世啊 每一世都是由父母 生养成 虽然我们转世以后 不认识 但是呢 事实 是不可能改变的 不认识了 不等于它不是 过去生的父母 不认识 但是他这个父母 对我们的这个 恩德 他不可能消失掉 如果忘记了恩呢 那么我们就 就会造罪 金子披毛带脚 暗之 非稀为其子乎 金子如动 愿非暗之 不成 为我 护乎 每见 幼 离父母 长了容貌 多望 何况 殊死 清缘 金子 张网 难及了 这个披毛带脚 这些旁生 怎么知道 以前没做过 他的孩子呢 现在是如动 冤飞 怎么能够知道 没做过我的父母呢 这样子去想 我们想呢 就是 这个幼时 离开父母 长大后 就是连父母的容貌 都忘了 何况 前世的清缘 这些事就更加想不起来 没有这个宿命通 前世的事呢 就忘了 忘了不等于没有 前世的这个至亲呢 相逢不实 因为这辈子呢 有可能就变成冤家 互相呢 恩呢 想不起来了 对这世的父母的恩呢 我们还能想得起来一些 所以说对这世的父母 我们多少 还是知道去报恩 以前世的父母呢 没有报恩那些 这个就要通过这个思维 通过学习正法 我们要知道 这是无名 让我们不认识 类似的父母 这个无名啊 蒙蔽智慧 让我们昏迷不觉地 忘失过去的恩德 那现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呢 我们要把观念纠正过来 再认这个类似的父母 关怀类似的父母 这样来发展达成的 我提醒 与其 好乎于地狱之下 婉转于恶归之中 苦痛随之 积析于安树 我虽不见不闻 彼彼求枕求疾 悲净不能成此事 非佛不能道此言 彼邪见人何足以知此 就是说这些前世的父母 转转 幻变成六道中的 形态各异的众生相 他们在地狱的烈火中 护好在恶鬼界中 转转身影 这样的苦痛 因为鱼吃 我们没有休息 不知道 虽然 我们没有现场 误入这一情景 但他们一定在交集中求救 他们本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也真是他们的孩子 在父母的需要救助时 我们能置之不理吗 不要说是过去式的父母 就是今世的父母 去世了 他去哪里了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地狱里 或者在恶鬼道中 或者出道了 你知道吗 是啊 我们还在人间 在那享乐 但是自己的父母 有可能就在三恶道里受苦 所以说佛门里 都是很注重 给父母做超度 念经 回向 这个也是一个孝道 最好是能够在父母 活着的时候 引导父母 修行 那是大孝 让父母能够救自己 这个是最好的 等他走了 再给他做一些 回向 那毕竟还是 效果不明显 那么呢 这个修习大成合法的人呢 就是要 思维 这个 美式的父母的恩 能够 主动挑起 报恩的重担 这个地质书中 说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 毫无能力 是这个 靠着父母的如知 我们成佛 曾经呢 凭着母爱 千辛万苦地 把我们的 养育成人的诸母 即使是罪下等的人 也不愿意舍弃 中英的路上 漂泊无一 是得到 谁的福布而安住呢 刚刚落地时 是谁 慈悲 细心地 把我们抱在怀里呢 现在母亲 烦恼痛苦 无依无靠 即使是 最下胆的众生 也不愿意 舍弃 自顾自己 总之呢 就像广论美 所讲的那个比喻 母亲 忘失了正念 心思狂乱 双目失明 无人引导 正一跌一波地 走向 险恶的悬崖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呢 如果自己的孩子 不救护母亲 又能指望 谁来救助呢 这个比喻中呢 心思狂乱 自母亲的内心 被烦恼 捣乱 无法自控 变得狂乱 双目失明 自母亲没有慧眼 看不到真上身 和决定身的正道 无人引导 只没有真实 善知识的引导 一波一巅 是指每个刹那 都在造作恶业 走向悬崖 总的指 走向生死 特别指走向恶去 母亲处在这样 险恶的境地 只能靠孩子来救护 孩子也应该 想方设法地 把母亲 救离险境 这样思维之后呢 应该发心 把老母有情 去除 生死人后 一报 母 这样的事实啊 不学习佛法呀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不是佛陀也 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那些邪见人呢 没有献见 寿命的智慧 他们 不可能知道 这样的事实 佛陀献见众生 多生互为亲人 在这个佛经里面 像梵网经 悲华经 地藏经 阿含经 大日经 立观经等等 揭示了众生 互为亲人的事实 我们这才知道 众生 都是父母 都对自己有答案的 需要我们去报答 比如 佛在 《弯网经》中说 一切男子 是我父 一切母亲 是我母 我生 生 无不从 知 受生 故六道 众生 皆是我父母 《心理观经》中说 深处为顺 以之作固 反为其愿 何以故 无名 福藏 宿助 自民 不了全身 成为父母 所可 保恩 故为饶意 无饶意者 名为不孝 以之因缘 诸众生 类 与一切实 一有大恩 实为难报 如是之事 您众生恩 念众生恩 事故菩萨 观以 楼宇 就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尝诗 利益 念报 其恩 所以发 菩提心 第五 因缘也 就是菩萨 看蚂蚁 楼虫 都是前世的父母 未来的诸佛 时常考虑 如何饶意 以报其恩 以报其德 这样呢 在念众生恩 而发力 他成佛的菩提心 是发现的 第五 因缘 最后呢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 所谓报 众生恩 不是 只 给予众生 轮回的安乐 因为 三有的安乐 都是七狂 而无识意的 何况在 享受 欲乐的同时 会增长 贪欲 等烦恼 造成了 长夜 漂流 绅士 所以呢 真正的报恩呢 是把一切父母都安置在解脱和涅槃的安乐中 中观新认中 若有 与余生 慈敬 及恩义 预报 取恩惠 除涅槃 何有 如果有人对众生 十悲 恭敬 报恩 饶益 预报 恩德 那么呢 除了把他们安利于涅槃以外 还有什么更合理的方式呢 好 第五 念众生恩 我们今天就许到这里 我会首 Ki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